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还有另一项东西是值得抢的 也就是民进党 国民党 跟民众党 三个党呢 都可以有一个总召集人 这个总召集人可是有实权的 有些时候总召集人的获利啊 还比立院的龙头还要高 而且总召集人呢 几乎不用选 就是在1月30号把名单给交上去以后呢 大致上总召集人就抵令了 那么不用到2月1号 这个总召集人就可以却贫重选 现在呢 傅葵琪呢 打算不选龙头老大了 直接拿总召集人 是不是他有 他已经闻到的味道 也就是龙头傅葵琪 他增道又如何 最后呢 仍然是立云会拿走 他不如拿到实质的国民党的总召集人 到时候国民党其他的50席或51席 就归他所管了 您认为 傅葵琪支持傅葵琪当国民党 到时候可能是立院的唯一老大 或者是最大的老大 您觉得这样的国民党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郭总 欧教授 我看这次傅葵琪的所谓要争 要和江启成争夺的这次闹剧 刚刚搞了几天 最后就落幕 那么据说背后就是因为朱立伦出手 然后给他一个所谓党的召集人的党团召集人的位置 但是呢 现在我个人的观察似乎呢 假如傅葵琪在左上的国民党的党团召集人 那对国民党的这样一个团结 对国民党在立委的这样一个战斗力来讲 都必将是一个灾难 因为傅葵琪无论在党内 国民党的党内 国民党的政坛 整个台湾的政坛 他的名声都不是很好 在国民党内更是一个缺乏个人魅力 或者说没有个人的号召力的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人呢 如果他担任党团的召集人呢 我相信党团的很多人会不服 不服最后就把怨气呢 会算到朱立伦的头上 所以这里面呢 首先不是朱立伦自己 就他要一个人可以说的算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呢 虽然这个不是选举 虽然不需要选举 但是必须要 国民党团的这些立委们呢 心里呢 起码要大家要觉得 我也也可以 能够接受 如果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立委都 一直都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如果朱立伦强行的 要让他做这个党团的这个召集人的话 就会引起党内的立委的反弹 这个就是一个一点 另外一个我们看看在立营 赖清德在这次面对立委选举的 这样一个三党不过半的局面的时候 你看他 我没有看到 基本上没有看到 立营内部立委的各种所谓分裂啊 不同的声音啊 造反啊等等 没有 就是赖清德指定 还是原来的班子 原班人马 你们接着干 然后没有听到 我不知道欧教授有没有听到啊 起码我在台湾的媒体上 没有听到绿营有人出来造反说 这个我想干 这个不能 你们都干了吃香的喝辣的干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轮到我们干了 没有一个出来谁呢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党或者两个党手 现在他们的处境情况如何 我们看到啊 傅昆奇啊 跟这个江启的支撑啊 只是玩了大概三四天 接下来就转去搞总招 那么以傅昆奇跟朱立文啊 这个消息如此临透 而且他们是局中人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其实立月龙头啊 早就已经这个票啊 都已经给绑好了 所以他们早就知道 实质上 这个韩国瑜跟江启的恐怕是拿不到57票的 甚至呢可能拿不到54票 那这样的结果他去竞争 就算征营江启生 那也完全是没有用的 所以能不能这样说 他和江启生之争 是故意演给大家看 好像他为了整个国民党的和气 他让的这个位置 然后结果他拿的是实质 他真的要的 也就是前面他故意 是假意跟江启生之争 而朱立文也假意的劝他 实际上他们早就是先说好 要拿这个最实质的位置 而朱立文其实也不希望韩国瑜 拿到院长的位置 因为韩国瑜一旦拿到院长 那国民党唯一的明星就是韩国瑜 那朱立文岂不就是 只得另类的落荒而逃了吗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他们两个人事先已经说好了 结局就是由傅昆奇拿总招集人 而再由傅昆奇来保朱立文 这个党主席呢 郭总编 您的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个分析 这个推论 虽然这些推论里面呢 多少有一些阴谋论 但是呢 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就是特别是朱立文 就是这么一个党主席 因为这个韩国瑜 假如当上了立法院的这个龙头的话 显然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这个凝聚力 就不在中央党部这边 可能会向这个韩国瑜加上 因为他龙头本身就有权力 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魅力 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党内的 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两个权力中心 这个是朱立文所不愿意见到的 也是他个人的私心所在 那么刚才讲到傅昆奇的这个演了三四天的 这样一个所谓要争夺要跟江启成较正这个这个戏呢 我相信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他是一种要什么 我先要个假 上天讨价下地还钱嘛 这个啊 先要一个高的 然后说那不行我退一步 那你看你得你你你 我不跟你争力争力争力 给我点什么吧 所以他要的是这个位 就是未来呢 立法院的龙头 国民党争不上 那么国民党的52票的总召集人 这个就很有分量 对问题是问题是傅昆奇要坐上这个位置 他的何能呢 正因为这个版本很可能才是一个实责的版本 所以我们从媒体又得到一个重要的相关讯息 那就是韩国瑜私底下发出言论事 假设他这个院长没选上 他就辞掉他这个部位居立委 也就是他不干了 那么大家当然觉得奇怪 不干不就没有舞台了吗 但是大家仔细想想 如果他这个本来应该要拿到的院长位置 却被这样的几经周折 而且内外夹击 而且是各方的内外 包含民进党那边 或者加上民众党 再加上自己党内的党主席 和本来他站过台的傅昆奇这边 等于都是另类的要设法让他落选的话 他继续干这个 只是阳春的部分居立委又有何用了 所以您觉得如果万一他没选上这个院长 他辞掉部分居立委的几率 您觉得高吗 我觉得很低 我觉得很低 因为经过了高雄的选举 经过了上一次的大选的洗礼 包括这次的大选 我认为韩国瑜在政治上会比以前更成熟 在这次的大选的过程中 他和侯友宜的这样一种互动 就表现出韩国瑜的成熟度 显然他的智商 他的IQ 他的EQ 都在侯友宜之上 都在很多党内的同辈之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会鲁莽的 因为选不上以后 就马上做出一个事实 至少他会观察一段时间 他先进去 在立委里面先进去 看看有没有可能发挥个人的空间 比如如果说傅宽奇当党团的董召集人 我相信有50几个52个立委里面 相信有过半的人对此并不服气 或者并不认同的这么一个安排 他们会形成另外的一个 自己会另外形成一个 没有召集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有可能国民党的内部 就会出现的 起码在党团里面 会有不同的 所谓的山头 那么韩国瑜就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山头 那么韩国瑜如果他有一种 政治的一种责任感 或者说他有一种大局 那么他必须要忍耐 在未来的两年内九合一 他应该怎么做 将来四年后下一届的大选 他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他不会仓促的 就是因为没有选上龙头 然后他就辞职 隔几年又是一条好汉 但愿韩国瑜可能山不转路转 说不定三年后他重新选新北市长 又让他拿到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新北市的市长位置 也不一定 感谢郭总编精彩的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郭总